我们十年了嘛 对不对 对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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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从来没有做过那么轻松的节目 一字千金 哇 千不要 千不要 相较于他们那个节目 参风露宿也好啦 风雨无阻也好啦 那他们的节目在有一定的 天后条件的限制下 可能会比我们在棚里面 这个部分会轻松一些 可是不一样的节目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放在一块笔 但我们这个节目的难 我相信是 可能很多人不去深究它 会不晓得的 一字及时镜节目主持人奖 得奖的是 张国诚 一字千金 不好意思 同属的朋友 没有得奖代表节目还能长长久久 那如果你已经得奖 节目本身又已经长长久久 哎呦 就不用害怕 哦 就不用害怕 吓一跳 我们十年了嘛 对不对 对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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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吗 我就从来没有做过那么轻松的节目 一字千金 哇 千不要 千不要 那一字级时镜节目这两个放在一块 因为听到有记者朋友说 献哥在舞台上特别提到 那个节目很轻松的跟我们这节目怎么比 那他的意思大概是想要认为 想要 记者大概想要制造一下两方隔空交火的感觉 是不是 献哥不认同这个节目 我相信献哥他绝对 因为他也是一个喜欢引经据典的人 他也读了不少书啊 我相信他绝对相信一字千金是一个很难得的节目 只是相较于他们那个节目 参风露宿也好啦 风雨无阻也好啦 那他们的节目在有一定的天后条件的限制下 可能会比我们在棚里面 这个部分会轻松一些 可是不一样的节目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放在一块笔 但我们这个节目的难 我相信是 可能很多人不去深救他会不晓得的 好 小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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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子